大家好 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 传递正能量 话说宋朝家有寅间 在福建泉州有一座万安桥 万安桥是中国最早的跨海市大师桥 宿有海内第一桥的美誉 与北京的卢沟桥 石家庄的兆州桥 潮州的万济桥并称为中国四大古桥 万安桥的修建 让泉州成为了当时海洋商贸中心 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万安桥旁边的龙门镇 要说这龙门镇可是附近最大的镇店 由于处于三条商道的交汇处 所以往来客商不断 商业十分发达 龙门镇里有一户李姓人家 李家可谓是家资巨富 名下光商铺就有十几个 罗马良田自不必说 李家家主名叫李修文 今年已年过花甲 老伴早就去世了 西夏有一个24岁的儿子 名叫李云杰 李云杰从小就饱读诗书 14岁考上秀才 24岁得众举人 绝对算得上是青年才俊 前途不可限量 李修文为了庆祝儿子成为举人 专门要在龙门镇摆七天的流水席 以示祝贺 都说福兮祸所以 祸兮福所福 李云杰虽然学问不错 但因为从小就在家中读书的缘故 心思简单 纯粹 这日李云杰的表哥王大富 突然提着礼物前来道贺 一进门 王大富就对李修文跪到失礼 口称 姑父在上 请受内职一拜 李修文老脸早已乐开了花 他赶忙说 大富 快起来 让姑父看看 说着拉起王大富的手 一边仔细端详 一边说 见到你 我就想起我那苦命的妇人 爱 王大富赶忙打断道 姑父切莫伤心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 如今表弟得众 我姑姑全下有之 也一定甚感欣慰 李修文听完后点点头 然后对旁边的儿子说 云杰 带你表哥入席 一定要让他多喝几杯 李云杰赶忙硬唱 拉起王大富的手就出了正堂 席间 两人频频举杯 相谈受欢 李云杰自小只顾读书 并无酒量 而王大富则早已混集市井 酒量极佳 不多时 李云杰就有些醉意 王大富一看便说 表弟醉了 我扶你回房睡觉吧 二人高要起身 只见三位年轻公子 端着酒杯前来敬酒 其中一人向王大富一拱手 说道 我们三人听闻李公子高中举人 特地前来道贺 王大富一听 这几人都是龙门镇的富家公子 说话之人是红运筹段庄的张公子 还有四海居的孙公子和福星当铺的刘公子 用现在的话说 他们可都是富二代 王大富一笑 说道 众位公子 我表弟已经醉了 说着指了指李云杰 不如这样 咱们明日再聚 三位公子看了看李云杰的罪态 笑着说 那好 咱们可说准了 明日再聚 告辞 说完一拱手就离开了 第二天 直到正午李云杰才勉强睁开眼 刚要起身 脑袋突然一沉 差点又倒回床上 李云杰不断用手敲打着头部 这时王大富一推门走了进来 手里端着一碗醒酒汤 说道 表弟 你昨天喝得太多了 今日一定会头疼 快把这碗汤喝了 会好瘦些 李云杰倒了声谢 接过了王大富手中的汤 一口喝了下去 李云杰问道 表哥 什么时辰了 王大富笑着说 都快晌午了 李云杰哀压一声 说道 这酒真是物事 王大富也在一旁劝说 这几天高兴 多喝点儿也无妨 今后千万可不要贪杯了 李云杰连忙点头称是 正在这时 家人来报 说门外有三位公子求见 李云杰一听 心下不解 我自小只在家中读书 很少结交朋友 怎会有人来找我 这时 王大富却一拍脑门说道 我怎么把他们给忘了 于是就把昨日三位富商公子 来敬酒的事告知了李云杰 李云杰一听 表哥既然已经答应对方 如果现在不见 与李不合 只好对仆人说 请他们到偏厅等候 我一会儿就到 下人应声而去 李府偏厅内 三位富家公子正在闲谈 呼见李云杰和王大富走入房中 众人抱拳拱手 喊轩一番后分宾主落座 红韵绸缎庄的张公子开口道 昨日为李公子道贺 但李公子不胜酒力 所以我等今日前来 一定要与李公子不醉不归 李云杰本想回拳 但拗不过三人强拉硬拽 只能跟随前往四海居酒楼 午夜时分 王大富将已经不省人事的李云杰 背了回来 第二天 李云杰头痛欲裂 醒来后 下人禀报说 王大富有事已经回了自己家 李云杰回想起昨日的情节 只记得大家在酒楼里推杯换盏 相谈受欢 后来的事情就不记得了 他坐在床上 忽然觉得喝酒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好 暴晚时分 李云杰正在书房读书 仆人进来禀报 少爷 昨日那三位公子又来了 李云杰一听 笑一见脑 说道 快请 四人一见面 谈了一会儿 李云杰又和他们一起外出饮酒了 就这样一来二去 李云杰与这几位富家公子成了好朋友 差不多每日都在一起吃吃喝喝 根本无心读书 这日红韵绸缎庄的张公子说 云杰 今日我们给你引见一位新朋友 说着朝李云杰神秘地眨了眨眼 李云杰不明所以 跟着三位好友来到了四海军 四人静止上了二楼的雅间 李云杰一条帘 发现屋中已有二人 一男一女 一老一上 男子手中拿着一本册子 小女子怀里抱着一把琵琶 很明显 此二人是靠卖畅为生的江湖人 李云杰上下打量小女子 不看则可 一看之下 李云杰当时就被深深吸引了 只见女子眉目如画 楚楚动人 尤其是她见到李云杰后 微微欠身 晚耳一笑 简直是一笑青人城 再笑青人国 把李云杰都看呆了 旁边的三位公子互相对视了一眼 嘴角都泛起了微笑 张公子招呼李云杰坐下 说道 来来来 云杰 你就坐在小云姑娘身旁 我们可是花了大力气 才把小云姑娘请来的 李云杰被张公子拽到椅子上 此时的她脸色早已涨得通红 低着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听张公子说 小云姑娘 云杰可是我们的好兄弟 今天你一定要陪她多喝几杯 小云姑娘也不扭捏 端起一杯酒 冲着李云杰说道 李公子 请满饮此杯 李云杰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其他三人哈哈大笑 自此之后 李云杰就对小云姑娘念念不忘 一日不见 心里就没着没落的 哪里还有心思读书 天天盼着与小云姑娘相见 而那三位富商公子 还是每天都来找李云杰 然后相约去四海居 听小云姑娘唱曲 不久之后 李云杰和小云姑娘情投一合 互许终身 这晚小云姑娘躺在李云杰怀里 说道 我们的事 什么时候告知你的父亲 李云杰答道 再过一段时间 我就和父亲说 然后去你家提亲 怎么样 小云眉目传情 说道 全凭你做主 这日 李云杰外出 刚刚回府 就有下人对他说 少爷 王公子来了 正在堂中和老爷说话 他还带来一个女子 李云杰一听 快步走到正堂 只见父亲和表哥王大富在聊天 身边还有一位女子正在端茶倒水 李云杰一见 当时就惊得愣在当场 那倒水的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和自己私定终身的小云 李云杰心想 他怎么会在这里 王大富一转头 看见李云杰笑着站起身 上前拉住表弟的手 表弟 你怎么才会来 啊 啊 是 是李云杰眼睛盯着小云 嘴里含糊地硬撑着 父亲李修文说道 云杰 这女子是你表兄介绍给为父的 我打算纳他为妾 不知 还没等父亲说完 李云杰大声喊道 不可 这一声把李修文吓了一跳 他皱起眉头说道 为何不可 李云杰张了半天嘴 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王大富看着李云杰的反常表现 上前询问 表弟 你怎么了 这 这 李云杰张口结舌 只听小云姑娘对李修文撒娇道 老爷 这就是少爷 怎么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 说着用手捂住嘴笑了起来 李修文直接都看呆了 他笑着说 小云姑娘 不要管他 李云杰看到眼前一幕 心中大怒 指着小云说道 小云 你 他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女子 就是昨晚和自己你浓我浓的小云 李修文大声说道 大胆 以后他就是你的后母 你怎敢如此称呼 小云听了这话 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李云杰撂下一句话 爹 这是我不同意 说完转身离开 李修文被气得胡子撅起老高 他大声喊 你不同意有什么用 我是你爹 做什么事不用向你请示 王大富一边拦着李修文 一边劝慰道 姑父 你且不要动怒 表弟可能是心情不好 我去劝劝他 说着便追了出来 王大富将李云杰带到书房 说道 姑父那切 你为何不同意 李云杰却一言不发 王大富看了他一眼 继续说道 表弟 我看姑父心意已决 万难更改 你如果跟姑父应顶 难道要父子反目不成 李云杰还是一言不发 王大富健壮摇了摇头 走了出去 几天后 李府张灯结彩 人影不断 李修文还是将小云纳为小妾 气得李云杰大哭不止 第二天 李修文和小云正还在熟睡 就听家人慌忙禀报 老爷 老爷 不好了 李修文揉了揉眼睛 坐了起来 说道 怎么了 大呼小叫的 老爷 少爷离家出走了 什么 这是少爷留给您的信 家人把一封信递给李修文 李修文接过信 还没看完 一闭眼直接急晕过去 小云赶忙大声叫嚷 喊来王大富帮忙 王大富闻声而至 一边扶着李修文 一边让仆人去请大夫 扮上过后 大夫给李修文耗了脉 摇着头说 李老爷是极火攻心 导致了半身不随 我给你们开副药 慢慢调养 切记不能再让他着急上火了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送走了大夫 王大富对病床上的李修文说 姑父 你切莫担心 我这就起身去找表弟回来 说完转身走出了房间 一天 两天 半月之后 李修文正在小云的服饰下喝药 就听王大富哭着跑了进来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说道 姑父 大事不好了 表弟他 他 李修文一听有儿子的消息 马上有了精神 只见王大富抹了一把眼泪 继续说 姑父 前些日子我好不容易找到表弟 他说心情不好要外出游历 我怕出意外 就与他结伴同行 正当经过一处悬崖时 他却趁我不备 跳崖摔死了 话音刚落 李修文一口气没上来 直接弃绝身亡 这下李府可是乌漏偏遭连夜雨 传破又遇打头风 父子二人双双离去 王大富处理完李老爷和李云杰的后事 顺势掌握了整个李家的家业 五年后 这天李府外 不 应该是王府外 来了一个乞丐 满面污垢 破衣烂衫 左手拄着竹杖 右手端着破瓷碗 他在王府外驻足很久 还是鼓起勇气走上台阶 门房的一个家人说道 叫花子 出去出去 这儿不是你来的地方 说着做事就要轰走他 叫花子开口说道 李妻 你不认识我了 那破人听着声音非常熟悉 仔细打量起眼前人 不觉惊呼 少爷 是少爷吗 叫花子点点头 那个叫李妻的家人 朝后院大声喊道 快来人 少爷回来了 少爷回来了 不一会儿 大门口就跑来十几个仆人 大家都围着叫花子问东问西 正在这时一声大贺 大白天不干活儿 都围在这儿干嘛 不要供钱了吗 众人一听 纷纷离去 小花子抬头一见 抽了抽嘴角 说道 表哥 多年不见 还认识小弟吗 王大副听了叫花子的话 也是吃惊飞响 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 立刻跑上前 一把抱住叫花子 哭着说道 表弟 是你吗 你没死 太好了 叫花子正式失踪了五年的李云杰 李云杰面无表情 他说道 我爹呢 王大副尴尬地说 表弟 你不知道 辜负在你离家没多久就辜去了 李云杰一听 顿时泪如雨下 他追问道 我爹得的什么病 王大副将经过说了一遍 李云杰说 我要去祭拜父亲 王大副说 好 我带你去 然后转头对他的贴身管家说 去给我表弟准备饭菜 说完还不忘朝他挤了几眼 李云杰说 我已经用过 王大副尤说 好 好 那就不吃了 然后又吩咐道 来 准备好洗澡水 收拾好房间 等我们回来后 好让我表弟早些休息 说着 领着李云杰直奔阵外的李家墓地 李云杰也不搭话 跟着王大副来到李老爷坟前 李云杰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不多时便泪中带血 对于父亲的死 他有说不出来的愧疚 好半天 李云杰才止住悲伤 和王大副一起回到府中 小云文讯赶来 见到了恢复书生模样的李云杰 不过 他发现多年未见 李云杰的脸上多了几分刚毅 王大副看着面前的李云杰 尴尬一笑 说道 表弟 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李云杰一笑 全拜表哥所赐 我可是死里逃生啊 王大副老脸一红 不知该说些什么 只听李云杰继续说道 表哥 我有些困乏了 王大副赶忙说 好的 那你先休息 有什么事我们明日再聊 说着大踏步离开 小云则是故意落在后面 他趁王大副不注意 对李云杰小声说道 三更 后院相见 李云杰面无表情 他坐在椅子上 想起了过去的种种 不禁又落下泪来 鼓打三更 李云杰如约来到后院 此时月光如水 洒在院中 说不出的幽静 李云杰刚刚站定 一个身影走了出来 正是小云 小云来到李云杰面前 说道 我知道你恨我 我不求你的原谅 只想告诉你 快走 你斗不过他的 说完便哭了起来 李云杰淡地说 如果你还念及我们半点情分 就把整个事情告诉于我 小云哭着点点头 这才娓娓道来 原来王大富 早就寄予李家的财产 于是他暗中通过那三位公子 把小云介绍给李云杰 而后又将小云送给姑父李修文 想借此让李家父子反目 李云杰李家出走后 王大富故意散布李云杰的死讯 目的就是让李老爷集火攻心 并上加病 没想到李老爷果然重镜 最后病故 接下来 王大富又买同官府 霸占了李家的财产 小云说完后 李云杰点点头 他并未感到惊讶 因为这一切他都猜到了 他问 那你为何干受他的摆布 小云说 如果我不听他的话 他就会杀了我父亲 我不敢不从 李云杰点点头 刚要说话 就听身后有人说 好你个贱婢 竟敢背叛我 小云文声立刻后退几步 李云杰转过身 望向来人说 表哥 你要怎样 只见王大富面目猙獰 手中握着一把钢刀 身后还跟着两个帮手 王大富恶狠狠地说 李云杰 你命真大 我将你推落悬崖 都没摔死 老天连西让 我命不该绝 就是来收拾你这般恶人 收拾我 就凭你 哈哈 王大富猖狂大笑 李云杰一拍手 只见从院外跳出来欺敏观差 王大富一见 立刻慌了神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李云杰 说道 你 你 李云杰笑着说 当年我被你推落悬崖 小玉好心人搭救 将我带到京城 我知道要想报仇就要靠自己 后来赶上朝廷开恩科 我硬事后中了进士 现在外放到县城做了支线 今日我专门带了差役 前来捉拿于你 王大富 你还不束手就擒 王大富并不想坐以待毙 可他根本不是官差的对手 没几下就被打翻在地 第二日 李云杰将王大富压上公堂 王大富心想 反正也是一死 倒不如来个痛快 于是 他招任了所有罪行 李云杰对他进行了宣判 对于小云 李云杰念在其受人胁迫 所以从轻处罚 案件审清后 李云杰身着校衣跪在父亲墓前 哭着说 爹 孩儿受到小人蒙蔽 才犯下大错 致您病故 儿子不孝 故事中 李云杰正应了那句话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他本是善良 单纯之人 被王大富利用 才导致了家中不幸 其实我觉得李云杰虽然本性不错 但在处理问题上还有欠缺 当父亲要纳小云为妾时 他就应当将整件事和父亲说清楚 而不是选择一走了之 给了王大富可乘之机 好在李云杰大难不死 这才能够守得云开见一鸣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工作中 多多少少也会遇到像王大富这样的人 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 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 尽量远离他们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感谢您的观看